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大家早安 Online的弟兄姊妹,早安 我們今天看《約翰一書》的第三章 我們先把它簡單分一段落 第一節,一直到12節是第一個大段 然後十三到十七節一段 十八到最後是另一段 我們來看《約翰一書》的第三章 第三章一開始的時候第一節 它就說 李漢富刺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慈愛 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 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 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 是因為未曾認識他 親愛的弟兄我們 現在是神的兒女 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但我們知道 主若顯然我們必要像他 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凡向他有這樣指望的 就結證自己 像他結證一樣 一開始他就說 你看看 富刺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慈愛 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 這是老若漢的心 我覺得這些父老最值得我們敬佩的 就是他們對神的心 這心是一份感恩的心 其實我都發現 當這個世界一直往前走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想教導的就是年青人 越來越懂得感恩 我也發覺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世界一直往前走的時候 越是年輕的一代 越是不懂得感恩 越是不懂得珍惜 可能因為條件太好 對吧 我們有時候 去到這樣的年紀 現在有時候 你覺得你想不認老也不行 你去到這樣的年紀 你回望的時候 我經常都記得 就是我們年青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感恩 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 難聽說 譬如我們讀中學那個年代 什麼叫名牌波鞋 沒見過 所有同學都是穿一雙白飯魚 戴地牌、金錢牌 沒有一個人特別飆青 每個人都是一雙白飯魚 所以當我們的日子 只是一雙白飯魚的時候 其實平時你說 我們約去街 是做什麼的呢 我想現在沒有人可以想像到 我們的年代 一群同學約去街 就是為了節省那幾元的車費 就是由葵方走路出尖沙咀 那就是我們的節目 就是為了要節省 就是節省幾元 就走出尖沙咀 有什麼事情要做呢 其實沒有事情要做 就是一群同學一邊走 一邊聊天 吹吹水 已經很開心 回到家就覺得 哇!今天很開心 你就很感恩 因為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所以你擁有什麼事情 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也可以很開心 幾元雞可以租單車 踩一天已經很開心 我們以前踩單車 什麼都以省錢為原則 所以單車鋪一開門便租了 直到日落 他不關門 我們也不回來交車 也不回來還車 一踩就由沙田踩到綠頸 綠頸踩回沙田 以前這些體力運動 就是這樣的 但是你就很開心 其實不用用錢 就是這樣的日子 但是今天你就很難 你看看 這個 若翰一開始就是 他說 你漢父賜給我們 是何等的慈外 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 今天我們的信徒 又有多少人 畏著我們有這樣的身份 而向神獻上感恩 其實若翰和我們的分別在哪裡 他是橫跨兩個 兩躍的人 從舊躍走到新躍 在舊躍裡面 他們持守很多的律例典章 然後跟神的距離很遙遠 知道有一個大而可畏的神 但是沒有辦法可以親近 知道自己是罪人 但是沒有辦法可以勝過罪 但是當他們接觸到耶穌的時候 耶穌打破這個格幕 讓真是神與人中間的萬子裂開 讓我們可以親近神 親近到一個地步 就是這位大而可畏創天造地的神 竟然成為了我們的爸爸 所以他們的心底裡的感恩 是我們這一代的人 沒有辦法可以比擬的 其實今天我們就是要 從這些子女行間裡面 站在他們的角度上 去領受、去看 以致我們可以同樣 發出這樣的感恩 有一個例子就是 如果你在你的人生裡 有一個人你很愛他 你很敬重他 他簡直是你的偶像 我不知道這是誰 你自己把那個人放在心裡 然後這個人 但是他高高在上 他的能力、智慧各方面都很高超 所以你很仰慕他 你想像一下 有一天 一個你這麼仰慕的人 他竟然成為了你的爸爸 他修養你也好 或者做你乾爹也好 總之他就成為你的爸爸 而且他非常愛惜你 將他所有的東西都給你 將他所有的智慧傳承給你 將他所有的學識 教導你 他人生的哲學 他所擁有的一切 他都這樣來祝福你 這就是那個心情 其實我們對著天父 應該是這樣 我們這一群的人 其實今天我們是一群外邦人 救恩本來跟我們是沒有份的 這位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聖者 跟我們相距十萬九千里 都不止 但是今天我們竟然 可以成為他的兒女 他將他最好的都給我們 甚至耶穌連他的命都給我們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應該看我們的身份 所以我們不要輕看了 今天我們作基督徒的身份 這個身份是得來不移 是人類從千萬年裡 一直等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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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舊約所有的先知 眾先知的盼望 都是這位的舊世主來到 但是眾先知的盼望 沒有想過 原來這位的舊主 跟我們關係 是可以親密到這樣 成為最好的朋友 來吧 這位是創天造地的神 你有沒有想過 你可以隨隨便便便地 搭著李嘉誠的肩膊 跟他開玩笑 摺一下他玩一下 即是Friend成這樣 何況他不單止是有錢人 那麼簡單 他是創造天地的神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不要輕看我們這個身份 約翰就說 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 我們也珍視他的兒女 而且這不是口說那麼簡單 我們真的是他的子女 神的眼中他真的當我們是子女 而事實上我們也真的是他的子女 因為我們是他所做的 所以世人不認識我們 是因為未曾認識他 世人不認識我們 世人看不出我們這個身份 是因為世人未曾認識這位的神 他們不知道這位神是怎樣的神 所以他們認不出我們是神兒女的身份 但如果有一天世人能夠認識神的話 他們就知道作為神的兒女 是何等樣的榮幸榮耀 是何等樣的榮幸榮耀 其實今天我們何尚不是需要這份認識嗎 即今天我們作為神的兒女 其實我們是否真正認識神呢 我們是否真正懂得神的作為是怎樣的 神的聖情各樣東西 其實我們也要去認識 甚至有時候我們做基督徒 耐久了所有的東西 Beraka很喜歡用這個詞 就是做到一個地步 那些東西都畫了瓦 即做基督徒做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們都畫了瓦 畫瓦到一個地步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我們就是要回頭去想 究竟神是一個怎樣的神 所以其實這張聖經在這裏 約翰也提醒我們 他說親愛的弟兄 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 將來如何還未顯然 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然 我們必要像他 其實我們不單止是擁有一個身份 那麼簡單 而問題就是 神恢復了我們作為神兒女的身份之後 在這個身份之上 這個恢復更加要帶來一個更大的果效 就是我們不單止恢復那個身份 我們更加要恢復那個形象 你知不知道 其實原來我們在這個世上 就像落爛的王子公主一樣 我們在這個世上被奴役等等 世界奪去我們的平安 奪去我們的盼望 奪去我們作為萬有之手的身份 因為罪的緣故 所以我們就像黑衣一樣 但是當耶穌來到的時候 他恢復這個身份的時候 他不單止恢復這個身份 他更加要恢復我們 從神而來的似神的形象 讓我們從黑衣變回一個王子 變回一個尊貴的公主 這就是這一段所說的 所以主若顯然的時候 我們必要像他 雖然現在我們未知道將來如何 究竟耶穌是何時再回來 我們暫時未知 但是我們知道有一點 就是他必定會再回來 他必定再回來的時候 他要恢復從起初創造我們時候的形象 到時候我們必要像他 所以到時候必要像他 意思是整個的整個的形態 整個的form 整個的b形 都是要像他 但是 那個是個final stage 但是在這個final stage 未出現之前 其實今天我們都會不斷的更新改變 我們向著這個方向 我們會越來越尊貴 越來越榮耀 然後到最後 當耶穌再回來的時候 他的實體 他的真相 顯明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完全跟他一樣 去到我們最終極的榮耀形象 但是這個 現在是一個過程 這就是基督教信仰裡經常說的 就是not yet but already 雖然我們 not yet 恢復到我們創世的時候 那種尊貴的榮耀 但是我們 already 已經得著這個身份 這個形象 我們是向著這個方向 是越走越榮耀的 直到final stage 的那一天 所以我們今天 已經不應該再活在去日 那個被打敗 沮喪 還是破產的樣子 不是的 其實今天我們已經向著這個方向要去的 所以我們要存著這樣的指望 我們就結淨自己 像他結淨一樣 所以我們就要更新我們的思想 我們就要結淨 我們就要除去這些 不屬於這個身份 應該有的東西 就像他一樣 所以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向著一個標竿 來活動我們的人生 向著一個形象來活動我們的人生 就是越走越像耶穌 所以我很喜歡 很多年前 有一群NBA的明星 他們造成了一個風潮 就是很多年青人喜歡戴著手環 就是W.W.J.D. 其實就是What Would Jesus Do? 其實這就是提醒他們 究竟耶穌會怎樣做 遇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往往的手押 提醒自己 如果耶穌遇到這樣的狀況 他會怎樣做呢 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見證 其實也是 約翰今天所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要向著這個標竿 向著耶穌的形象直跑 耶穌是聖結的 我們要追求聖結 耶穌是怎樣的 我們就要越來越像祂 直到最終見耶穌再回來的那一天 我們恢復那個百分百的形象 因著有這樣的前提在裡面 我們就明白第四節開始說什麼 它說 犯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 違背律法的就是罪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並沒有罪 犯罪在他裡面的就不犯罪 犯犯罪的事未曾看見他 也未曾認識他 當我們有這樣的概念 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我們和罪 已經是一刀兩斷勢不兩立 當我們成為基督徒 當我們領受神的救恩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一個Lifetime mission 這個Lifetime mission 就是我們要和罪死過 我們和罪再沒有任何的拉扭 我們反而反過來 我們這一生人就成為一個 對抗罪的戰士 我們就是要脫掉他 為什麼呢 因為凡是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 違背律法的就是罪 主曾經顯現就是要除掉人的罪 所以耶稣來到這個世上 顯現取了人的樣色的時候 就是要除去罪 所以當我們成為基督徒 所謂基督徒就是跟隨基督的人 我們成為跟隨基督的人的時候 我們就要繼承這個mission 繼承這個使命 基督和罪是勢不兩立的 所以我們和罪也要勢不兩立 所以他才說 我們做基督徒就是不要 undo 了我們的主 這麼辛苦所成就的一切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有時候我們偶然軟弱 不要緊要 但是我總要拍到身上的灰塵 重新起來再出發 這是我們 lifetime 的 mission 我們就是要這樣努力 因為凡是住在他裏面的 就不犯罪 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 也未曾認識他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住在主的裏面 真的和主一起的話 我們就一定不要犯罪 我們就一定得著這份能力 得著這份生命 如果你想像一下 其實約翰所說的這幅圖畫 是甚麼圖畫 我想約翰就回想 就是他們自己 和耶穌一起生活的33年半 這33年半裏面 他們在主的身邊 真的最好像沾不上他們一樣 因為他們24小時 都和耶穌一起 你想想 如果今天耶穌在我們當中 和我們一起生活 24小時都和我們一起 你都頗難犯罪 對嗎? 你猜猜你不夠膽 在耶穌面前做些壞事吧 你想說些壞事的時候 不,耶穌在旁邊 你想在客廳做些壞事的時候 不,耶穌在大廳 你進去洗澡房 想做些壞事的時候 就發覺 原來耶穌也在 其實今天我們應該 用這樣的心態 去過我們的日子 事實上 神真的在我們的身邊 常常都看著我們 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要想想 在神的眼中怎麼看呢? 我相信 約翰當時也想起 他和耶穌一起生活的片段 是怎樣 可以勝過罪 在神的同在裡面 我們是不會犯罪 也沒有機會犯罪 因為神的同在大 我們所有的眼目 我們所有的心思意念 都集中在神的同在裡面 這就是在他裡面 在耶穌的裡面 在神的裡面 我們就不犯罪 究竟這個狀態 是否可以達成的呢? 為什麼 路一一經常都會說 我們當年的 一百晚耶穌一白的報道會呢? 我可以聽說 當年耶穌一白的時候 真的很復興 然後你真的可以覺得 當時真的在耶穌裡面 是不犯罪的 因為每一晚 放了工就去碼頭報道會 報道完會之後 你已經拖著一個疲憊的心區 但是興奮的心情 回到家 回到家的時候 你會發覺 那一百天裡面 真的很盛結 那一百天裡面 夫妻沒有空吵架 因為大家都放了工 就趕去碼頭 報道會完之後 懷著興奮、疲憊的身體回去 睡醒了 第二天一起來就上班 放工又去碼頭報道 就是這樣 天天周而復始 然後你就會發覺 夫妻關係很美好 沒有空吵架 子女關係很和合 因為打兒子也沒有時間 你沒有空去犯罪 整個生活就是 以神為中心 與神同行的一個日子 其實這個狀態就是這樣 這就是約翰告訴你 如果我們在基督裡面 我們就不犯罪 因為這個心思意念 根本沒有時間 沒有空去想罪 最何時會出現的呢 就是你太無聊 太有空的時候 你很忙的時候 你沒有機會 所以如果你忙於事奉 忙於在主裡 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事情滿足你的時候 你突然間發覺 我忘記了罪 我忘記了這件事 何時我們會出事呢 放假 四夜無人 家裡一個人都沒有的時候 情欲回來了 手淫的問題回來了 但你忙忙碌碌的時候 你怎會有這些事情呢 就不會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要在主裡 就不犯罪 第四節他說 小子們 不要被人誘惑 行義的才是異人 正如主事是異的一樣 犯罪的事屬魔鬼 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毀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犯從神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裡 他亦不能犯罪 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在這裡他說 小子們 不要被人誘惑 行義的才是異人 所以小子們 前面那一章說過 就是初信的 罪得赦免的 你不要被人引誘 行義的才是異人 當你們恩信清義之後 你們是異人 但異人要行義 不只是聽 不只是說 而是真的要有相性的行為 將你所得的義行出來 行義的才是異人 正如主是異人的一樣 就像耶穌一樣 所以犯罪是屬於魔鬼的 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所以當我們既然從罪裡 被拯救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怎樣 洗心革面 這個才是目的 神將我們從罪裡 拉出來的目的 不是要我們 然後又有一個自由花式 跳進泥淌裡 問題就是 但是神將我們拯救出來的時候 是希望我們脫離這個 舊有的模式 舊有的模式 然後進入一個新的 一個更新的生命 一個新的模式 所以我們不要回頭 因為犯罪的是屬於魔鬼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就是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這就是耶穌的生命的 mission 既然我們是跟耶穌 同一陣線的 我們當然要跟耶穌 我們要跟祂一樣 我們才會稱為基督徒 如果不是的話 很奇怪 你又說跟我聯盟 但你又跟我對著幹 你又跟我做相反的事情 那這個聯盟如何聯盟 除非你跟我方向目標一致 步伐調整一致 那我們才是真正的盟友 所以這就是 約翰所說的 這就是神的兒子的 mission 然後第九節 我們通常有點難解 他說 犯重神,新的就不犯罪 因為神的道存在他心裡 他日不能犯罪 因為他是由神新的 當然這一節聖經 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指向的其實是耶穌 因為耶穌是從神新的 所以耶穌不犯罪 這也是抵擋這個洛斯底主義 洛斯底主義 不能夠相信耶穌在肉體上 可以不犯罪 因為在洛斯底主義裡面 他們覺得所有physical的東西 所有物質的東西 都是邪惡的 所以 但是 約翰就指出 耶穌不是 因為他是從神新的 犯是從神新的 就是不犯罪 神的道存在他心裡 耶穌是從神新的 神的道在他心裡 所以耶穌是沒有犯罪的 而且他日不能犯罪 因為他是由神新的 他是神來的 他是由神新的 耶穌跟我們不同 因為他是同精女 懷孕所生 他是真的由聖靈感人而生的 所以耶穌不能犯罪 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不是神 所以耶穌是帶著一個百分百的人性 人的特質 也有百分百神的特質 合而為一地降生在這個世上 所以他是從神而生的 他不犯罪 神的道在他裡面 他就是道成為肉身 同時他也不能犯罪 因為如果他犯罪 他就不是救主 他就不是我們仰望的那個尼賽亞 所以這一節的經文 其實是指向耶穌 當然我們也有更大的信心和盼望 就是當我們接受福音之後 我們也是被聖靈重生 當我們被聖靈重生的時候 我們也要得著這份生命 就是我們也不要再犯罪 並且也不能再犯罪 因為神的恩典能力在我們身上 我覺得神給我們最大的盼望 就是耶穌是用一個百分百的人的樣式 來到這個世上 他是用人的身分去聖過罪 所以就為我們設定了一個例子 就是耶穌做得到的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耶穌可以憑藉著神 聖靈的能力 神的道可以勝過 可以抵擋魔鬼 其實我們也可以 我們只需要效法他 跟從他 所以魔鬼來試探耶穌的時候 耶穌是如何抵擋 不是用他的意志力這麼簡單 魔鬼來試探他 每一次他都是用神的話語 把這個試探頂回頭 這個其實也是今天我們需要 我們可以去效法的 可以這樣做的 他說 由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 誰是魔鬼的兒女 快不行義的就不屬神 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不可將該人 他是屬那惡者 殺了他的兄弟 為什麼殺了他呢 因為自己行的是惡的 兄弟行的行為是善的 所以這一段十節到十二節 其實就是約翰舉一個例 他舉一個例 就是怎樣可以看出 究竟誰是屬魔鬼 誰是屬神的兒女呢 他說其實不行義的就不屬於神 所以怎樣去看呢 其實從愛這個角度 其中一個例子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從愛這個角度 你就看見哪些是屬神 哪些不是屬神 因為神就是愛 所以屬神的 必定有一個愛的生命在裡面 好像該人殺他的兄弟 就不是愛了 那個是從恨來推動的 所以如果我們裡面所做的事情 是清清潔潔 是以愛推動的 我們是屬神的 因為愛必定是從神而來的 所以其實也從另一個角度看的時候 就是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這個是神的命令 愛可以承傳律法 愛可以承傳所有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屬神的時候 我們行義 我們心中有愛 我們的路就穩定 就是說當我們心裡 愛神愛人的時候 我們就必定可以走到終點而不失 因為愛神愛人就是律法的總綱 當我們能夠愛神愛人的時候 你發覺你就不會偏離 十戒就一直在你的心中 引導你直走這個二路走到見主的面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我們看十三節 他說 弟兄們世人若恨你們 必要以為希奇 我們因為愛弟兄 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沒有愛心的 仍住在死中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 你們曉得凡殺人的 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 他說 所以 弟兄們 如果世人恨你們的話 不要覺得奇怪 因為其實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讀書的時候 如果大家 怎樣說 人很有趣 我們有一個傾向 就是我們不僅喜歡自己犯罪 我們更加喜歡大家一起犯罪 所以你就會明白 為何會有這些犯罪的團火出現 小時候我也不明白 譬如有一個人吸毒 他一定將他身邊所有朋友 變成吸毒者 大家就可以分享 大家就可以分享 你說不要說到吸毒那麼大 你讀書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出貓 出貓也會傳染 你有沒有發現 出貓的人不僅僅自己出貓 他還會教他身邊的人出貓 然後大家一起出貓 但最過癮的是 當有一群人出貓的時候 當中有一個不出貓 那個不出貓的 就成為仲出貓的敵人 即是你跟我一樣 你不跟我一樣 你不跟我們一起出貓 你不跟我們一起出貓 這就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就會恨他 為甚麼 因為他們會覺得 大家一起出貓 有事一起揹 你不出貓 你一定會把我背部 所以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很針對那個人 這樣 你扮清高 這些就是罪性 所以罪性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約翰就告訴你 如果世人痛恨你們 不要覺得稀奇 因為你不埋著他的堆 你不埋著他的堆 不走這個犯罪的道路 那他就跟你割隻 割隻之後他就恨你了 因為其實更加的問題是甚麼 就是我們個個都出貓 你不出貓 就顯出我們的不是 於是我們的良心就扎給我們 我們就難過 既然我有勝不過我的良心 最好的方法就是 搞定你 除去你 那我就沒那麼硬硬 我裡面就舒服些 其實這就是罪的狀況 所以我們不需要戒懷世界 恨不恨我們 我們不是要埋著世界的堆 我們不需要戒懷別人怎樣 其實今天我們長大之後 我們很理智地看回頭 如果我們遇到有些同學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也會告訴他們 不要緊的 你不需要埋著他們的堆 他們出貓是他們的事 你繼續行你的正直 我反而欣賞你 但問題就是 當我們在當年的時候 壓力就很大 因為身邊的人都出貓 你不出貓的時候 其實是不容易持走那份正直的 但是這個正正就是屬神的生命 這個正正就是神要我們所走的路 所以我們不要看這個世界的人 怎樣去看我們 我們 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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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 就是我們能夠持守這一份不一樣的生命 持守這個愛神愛人的界命 持守耶穌給我們的真理和教導 我們就已經是出死入生 我們就已經離開死亡進入永生 這個就是永生的道路 所以他甚至說到 他恨人的就是殺人 殺人的沒有永生在他裡面 所以其實不是在乎那個行動 而是在乎心裡 如果我們從心裡恨人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偏離永生的道路 神要我們走的是愛的道路 不是恨的道路 要走的是聖結的大道 而不是這個世界的大道 這個就是那個分野 十六節他說 主為我們寫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寫命 凡有世上才慰的 看見弟兄窮佛 卻失絕憐憫的心 愛神的心 怎能存在他裡面呢? 所以他就再去 elaborate 一個道理就是 其實我們的主為我們寫命 我們就知道什麼是愛 究竟愛是怎樣的愛呢? 只有從神的身上 我們才能夠完全的體見 完全的明白 神對我們那份的愛 不是因為我們可愛 所以祂愛我們 說真的 如果有一個人 有一個很可愛 你愛他 那是沒有難度的 譬如我經常都這樣說 我回到舞堂裡 看到我們同工的小朋友 劉心橋、劉爾德 很可愛 你不愛他很難 他很有趣 你很想跟他玩 那有什麼特別呢? 神愛我們就是 我們不可愛他就是愛我們 我們頂撞他的時候 他已經愛我們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愛就是真正的愛 所以他就舉個例子 他說如果我們看到 神是這樣為我們寫命的 我們都應該彼此相愛 彼此寫命 如果你有世上的財物 看到弟兄窮佛的 但你失去憐憫的心 那愛神的心 又怎會在你裡面呢?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連身邊的人 都不能夠去愛的話 我們告訴你 愛一個看不見的神 神說 你說了我也不相信 如果我們能夠愛我們身邊的人 愛我們的肢體 愛我們的弟兄的時候 神說 我都相信你愛我 其實就是這樣 即是 你連看得到的 你都 是啊 聖經就是這樣 即是你連小事都搞不定 我怎麼能夠給你大事做呢? 就是這個道理 好 十八次他說 小姐們啊 我們相愛 不要只在言語和事頭上 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 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穩 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 神給我們的心大 一切事沒有不知度的 親愛的弟兄啊 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 就可以向神坦言無據了 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 就從他得著 因為我們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 神的命令就是 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命 並且照他所斥給我們的命令 彼此相愛 所以 約翰就說 小姐們啊 我們相愛 不要只是在言語和舌頭上 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即是愛人不只是只是一把口 我們真的要有行動去關心人 有行動去建造別人的生命 去牧養 去把福音傳給人 這才是真正的一個愛的生命 是有所行動的 他說 這樣也看出我們是屬真理的 而且我們的心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安穩 即是說當你的愛心產生一個行為的時候 你結出這個果子的時候 你的心就安穩 你的心就再沒有東西可以控訴你 否則其實你自己都心虛 即是我說我愛神我愛人 但是神的心意你又不理會 是嗎 這樣就很奇怪 是嗎 我們真的要有所行動 我們真的要把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這樣來服侍神 我們就是要身體力行地愛靈魂 愛人 我們就是要把福音 把盼望給人 我們就是要這樣擴展神的角度 我們就是要這樣 真的叫人都離開罪 進入永生的裏面 這個才叫做愛人 首先剛才我們所說 我們不只是愛可愛的人 愛一些不可愛的人 是什麼人呢 罪人 未信主的人 我們更加要對他們有憐憫 我們更加要把福音 盼望 拯救帶給他們 這個才叫做愛 並不是我們有同樣的language 我們那個也是好的 但是不只是這樣 而是真的我們要有一個憐憫的心 愛靈魂的心在我們裏面 這樣我們的心就可以安穩 二十節 他說 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神給我們心 達一世事沒有不知道的 親愛的弟兄們 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 就可以向神坦而無俱了 那究竟我們的心是責備我們 還是不責備我們呢 責備好還是不責備好 究竟說什麼呢 其實我們做得好與不好 自己心裏面知道 我們的心會責備我們 即是我們的心都知道 我們做得好還是不好 神比我們的心更加大 那你說神知不知道 我們做得好還是不好 更加知道 對吧 所以就是說 我們所做的事情 如果連我們做的事情 連自己的心都悶 不過怎麼能夠悶得到神呢 神比我們的心更大 所知的更多 認識我們更加的心 所以我們不要自欺欺神 不要去欺騙神 騙不到神 如果我們所做的事情不好 過不了我們的良心 我們的心會硬著 對吧 所以他就說 如果我們所做的事情 我們的心不硬著 過得到我們的良心 我們的良心不責備我們的話 那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向神坦而無俱 即是說 過得你的良心便過得神 明白嗎 過得我們的良心便過得神 當我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我們所做的事情 要過得我們的良心 過得我們的良心 我們便過得神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是罪人 夢神的恩典得救 我們就不要塞住這條路 我們也要這樣去愛人 讓人跟我們以往一樣 可以恩著這個福音 可以得救 可以得著永生 這個真是 己所欲施於人 不只是己所不欲施於人 那是被動的 神要我們是己所欲施於人 我們如何經歷神的愛 我們便將神的愛給其他人 這就是真真正正的 神的命令 就是叫我們切實相愛 神的命令是甚麼呢 就是要我們信耶穌基督的命 而且 照祂所賜給我們的命令 彼此相愛 所以神給我們的命令 非常簡單 第一就是信耶穌 第二就是彼此相愛 這個彼此相愛 所指的對方 究竟對方是誰呢 不只是信在教會裡的肢體 更加包括我們所能夠接觸到的 每一個人 未信的人 我們都去愛他們 我們都去把福音給他們 把盼望給他們 把神帶入他們生命裡 這樣的生命 就是一個活潑的生命 亦是一個真實的信仰的生命 這就是約翰提醒我們 所以二十四節 他說 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裡面 神也住在他裡面 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 是因祂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所以當我們這樣去遵守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就是 兩件事 剛才再說一次 信耶穌 彼此相愛 所以當你遵守這兩個命令的時候 其實神就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怎麼知道神在我們的裡面 是藉著聖靈 聖靈就會住在我們的裡面 祂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就證明祂住在我們的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說 當你能夠這樣去信耶穌 堅守神的道 然後愛人 彼此相愛的時候 聖靈就住在你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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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看得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這樣去愛人的時候 其實 約翰想告訴我們 就是當有這樣的生命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神跡會伴隨著我們 神的同在會伴隨著我們 你就發現聖靈的恩賜能力 與你同在 聖靈為什麼會讓祂的恩賜在你裡面顯明呢 因為你愛人 因為你信神 很多時候神跡的發生是因為愛 我們看到被服侍的對象 心裡面很憐憫他 心裡面很愛他 很希望他的情況改變 這個愛 基於這個愛 你為他祈禱的時候 神跡就出現 所以愛是背後的最大的動力在裡面 多愛多有能力 當你這樣能夠愛神愛人的時候 聖靈的恩賜必定顯在你身上 來證明你所信的是真的 神是真真實實的 與你同在 所以今天這個就是我們要在神裡面追求的 就是我們真的去愛神愛人 冤聖靈在我們當中 親自地將祂的恩賜能力 都賞賜給我們 搬隨著我們 讓我們可以叫更多的人 經歷神得救 Amen 感謝主 神的愛是好的東西 Amen 我們一起來起來來歌唱神的慈愛 是呀 祝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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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我要用嘴唇来谈美丽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我要用嘴唇来谈美丽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弟兄姊妹 我们可否用很小的时间 来赞颂神的慈爱 无论是祂在你的心眼的作为 但是你赞颂祂的创造 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慈爱 我们才可以享用 我们一起来赞颂我们的神 主啊 我赞颂祢 祢是创造我的神 主啊 我赞颂祢 是那个恩典给我们更多更多的神 主啊 我赞颂祢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主啊 我赞颂祢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主啊 我赞颂祢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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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赞颂祢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主啊 我赞颂祢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主啊 我赞颂祢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主啊 我赞颂祢 祢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主啊 我赞颂祢 祢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主啊 我赞颂祢 祝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主啊 我赞颂祢 祢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主啊 我赞颂祢 祢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主啊 因为你的慈爱 我赞颂祢 因为你的慈爱 我们才可以去爱人 主啊 我赞颂祢 祢你的慈爱 主啊 我赞颂祢 祢你的慈爱 主啊 我赞颂祢 祢你的慈爱 因为爱是众生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众生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 这老王为己 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众生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众生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 做了我们彼此 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相爱 神就处在我们的里面 若我们相爱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 带以往安全 若我们相爱 神就处在我们的里面 若我们相爱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 带以往安全 我们爱 因为神仙 爱我们 我们爱 因为神仙 因为神仙 是爱 爱 若我们相爱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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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以往安全 让我们相爱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 带以往安全 让我们相爱 神就处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相爱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 带以往安全 我们爱 因为神仙 爱我们 我们爱 因为神仙 是爱 你看父子给我们 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 神的乙女 是呀神啊 因为你先爱我们 因为你使我们 能够称为你的乙女 主要在我们里面 都不懂得 什么是爱的时候 你却先将慈爱给我们 你先将我们成为 神里的乙女 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 但兄姐妹可不可以 为着神一份 极大的爱 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 是因为他才爱我们 是因为他才为我们 写命 是因为他的拯救 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他才将极大的爱 摆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先懂得 什么是爱 可不可以为着 添付给我们的一份爱 我们大声来赞美他 我们来称借他 我们来献上 极大的感恩 是因为他才能够称为你 是因为他才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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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懂得什么是爱 祝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一份的爱 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它是极大的恩典 主啊 我们多谢赞美你 主啊 能够称为你的儿女 是莫大的恩典 主啊 主啊 你就是那位创造的主 主啊 你却是用爱才爱我们 主啊 你让我们 和你的距离是近的 主啊 你让 你的爱 是疯疯足足在我的里面的 神啊 这份是极大的恩典 主啊 我们为着这份的恩典 主啊 我们向你献上极大的感恩 主啊 多谢你爱我 主啊 今天我们都要跟你说 是啊 我们都爱你 我们都要活得像你的样式 主啊 求你一份爱 匆匆足足的 临在我们的里面 特别是今天 主啊 你透过三章的十一节 和我们说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 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 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主啊 是 从起初 你就要我们彼此相爱 主啊 你要我们爱你 你要我们爱人 主啊 这份是你给我们的命令 但是主啊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跟你承认 是让我们爱人的心是有缺的 主啊 如果不是因为 你在我们里面更多 主啊 我们又怎样可以爱人呢 弟兄姊妹 当今天我们再听 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的时候 在你的心里面 你觉得做到吗 还是 你跟我一样都觉得 主啊 是啊 我爱人的心真是有缺的 我真是不够的 我真是不足的 我真是不足的 我好难的 甚至乎 我连恨人 我都没有办法 不去做 我心里面 仍然对人有 很多很多抱怨 不要说爱了 我连不生他 不恨他 不抱怨他 不埋怨他 我都没有办法做到 弟兄姊妹如果 你的光景和我刚刚思想的 都是一样的 好吗 这一刻我们按手 在我们的心上面 能够行这个爱的命令 是要神在我们里面更加的多 是要我们先被神的爱灵满足 是我们先和神练结 我们才可以做到 单凭我们的肉体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好吗 这一刻我们按手 在我们的心上面 我们跟天父爸爸说 爸爸 让你的爱填补我的缺 让你的爱先来满足我 让你的爱更多的在我的里面 好吗 我们可以进入灵里面 我们求神的爱充满我们 我们来到祷告 我承告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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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的爱 现在你充满我们每一个 爸爸 神啊 我都很需要你的爱 来填补我们 填补我们心里面这一刻的缺 是啊 爸爸 我们缺分这份的爱 祝我们很需要你的爱来填补 祝我们很需要你的爱 来满足我们 以致我们可以向人发出一份的爱 圣灵一刻来到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一路呼求的时候 我听到神话孩子 领受 领受 领受这一份的爱 我听到神话孩子 我知道我明白 但在我们的当中 有很多人的成长里面 都是缺乏被父母的拥抱 缺乏被身边人的拥抱 以致这一份爱 一直都在我们的里面 都是有缺的 但我听到神话孩子 我要今天你亲自来到天保 我要将一份爱 更大的进入你的里面 我见到天父爸爸来到我们每一个的面前 他将开双手 他将开双手 我听到天父话孩子 我要来拥抱你 我要来住在你的心里面 我是那个爱的源头 我要来填补你一份爱的空缺 是指你愿意吗 是指你愿意吗 大家知道吗 这一刻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面 我们可以安静地坐下 甚至我们在家中 在上班的路程上面 可否我们找一个位置 我们安静地来跟神说 神啊你拥抱我 神啊你的爱填补我 神啊更大的拥抱 我见到这下天父 一个一个的来到我们每一个的面前 他站在我们的面前 张开双手 天父的爱一刻要听到在我们的当中 他来拥抱我们 他来填补我们 他来填补我们生命里面的缺 特别是我们年幼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在父母里面满足的 我们没办法在朋友里面满足的 我们没办法在世界满足的 神一刻要你进入 一份爱一刻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享受一份 享受一份的拥抱 享受一份 和天父的同在 和天父的同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天父爸爸我们多谢你 主要你和你的同在 可能美好 主要多谢你今天 用你的拥抱 用你的灵 用你的爱 用你充满 填补我 填补我 我心里面一份爱的缺 主啊 是呀 我们明白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神啊 多谢你今天 一份爱进入我们的里面 主我们跟你立志 我们跟你说 我们愿意用你一份爱 都去给我们身边的人 爸爸 帮助我 让我更加爱 我们身边的人 弟兄姊妹 当我们领受神的爱 我们更加要出发 去给一份爱我们的人 怎样去给呢 先是第一步 我们不去狠 我每一刻 我每一刻 当神的爱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都愿意 将我们心里面 恨弟兄的 恨姊妹的 一份恨拿出来呢 当我们安静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人 在你的路里面 躺出来 你知道你一直都过不去的 你一直都不喜欢他的 你一直都没办法 爱他 甚至你没办法不恨他 可能那个 是得罪你的同事 可能那个 甚至是我们的配偶 常常都得罪我们 甚至乎 那个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朋友 可能已经不可以叫朋友了 是我们的首人 但是今天 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将他交出来 好吗 好吗 这一刻呢 圣灵光照你 那个是谁 你还是很生气 你还是对他很多抱怨的 好吗 这一刻我们跟天父说 天父 我要学彼此相爱 第一步 我愿意原谅他 我愿意不恨他 我帮你开心为自己祷告 我们跟天父说 天父 是的 这个人是谁 我们提他的命 我们跟天父说 是的 今天 我愿意原谅 我愿意原谅他对我的不公平 我愿意原谅他对我的侮辱 他对我的冷言冷语 他对我的伤害 实质上的伤害 神啊 我愿意将他交出来 我不恨他 我不要把死人的罪 挂在我生命的里面 我就愿意放下他 我就愿意原谅他 神啊 你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 是的 神啊 要原谅一个人不容易 但是神今天 你用你的爱 让我们有力量去原谅一个人 让我们真知道 其实我原谅他 我不再恨他 是为我的生命有益处 是为我的生命有益处 原来我放手 我不再恨他 是我可以领受更多你的爱 神啊 你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 祝我们愿意原谅 祝我们愿意原谅 祝我们多谢你 Amen 不单止原谅 我们更加要有行动 因为呢 十八节里面说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今天 我们领受神的爱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恨的人 我们更加要勇敢地踏出一步 去向人展示爱 最近呢 我们一直在说 怜悯是功 怜悯是功 但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发动我们的怜悯呢 对于我们身边的人 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 可能 还有特殊的需要的孩子 我们有没有去爱 有没有去表示关心呢 可能是小组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小组里面 我们都有组员有需要的 未必一定是经济上的需要 可能心灵里面的需要 或者他真的需要一个帮手的 我们有没有去行呢 在昨天呢 我看一些短视频里面 看到呢 有一个很感动的画面 就是呢 有一个送外卖的哥哥 最近呢很多的送外卖 特别在疫情里面 这些送外卖的呢 很忙碌 突然间呢 他收到一份的外卖 不是 那收件人是他自己 其实那收件人只是寫呢 请把这件蛋糕送给 这个来拿外卖的这个哥哥 其实有人就因为 看到呢 这些送外卖的哥哥很辛苦 就点了一份蛋糕送给这个哥哥 当这个哥哥收到 其实他就哭了 因为呢 那一天原来正好是他的生日 一直以来呢 他一直忙碌忙碌忙碌 家庭都没有办法 但当他收到这一份呢 得与其来的一个爱的时候呢 他就感动 这个视频就在那里完结 不知道呢 其实送蛋糕的那个呢 会不会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想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将这些的爱给我们身边的人呢 可能未必要去到这么大 给一个不懂的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对于 服务我们身边的 还为的工人 我们跟他说多谢呢 甚至很近很近很近我们的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组员 我们公司的同事 我们有没有表示一份的爱呢 有没有表示一份的怜悯呢 有没有表示一份帮助呢 好没有一刻 我们拿我们的电话出来 我们在我们的备忘录的里面 我们去写下好不好 我看自己 我要每一天去爱一个人 发动一个爱的行动 发动一个被刺相爱的行动 好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 好没有呢 我们出去唱呢 这首被刺相爱的诗歌 一路唱的时候 我们一路来写 成为我们的提醒 我们要被刺相爱 因为一份爱是从神里面而来的 当我们这样去爱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是活着 是神以内的样式 我们似神 哈利路亚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 也想为我们的追 也想为我们的追 做了望归星 这就是这最伟大的爱 我们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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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们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若我们相爱 爱的温暖 爱的温暖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 得以往安全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 我们爱 因为神就是爱 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神给我们有一个的命令 叫我们彼此相爱 患难扶持 一起走天国永生的道路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一份这样的爱 彼此接纳 遥述 扶持 帮助 建立 有这样的爱 神就在我们当中 有这样的爱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这个世界 就被维系 建造 扶持 这个是神给基督徒的命令 神没有命令我们做些什么 又大又难的事 祂只是命令我们去爱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领受从神以来的能力和爱 我奉耶稣基督明 求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将我们实在需要从你以来的爱 从你以来的能力 将我们想去爱 我们却不能 我们想去爱 我们却太多太多的祭招 祂求你除去我们心里面的恨 无论是对人的恨 对政府的恨 对世界的恨 对任何东西的恨 主啊 你都将它来到去除去 主啊 因为我们相信 爱的力量比恨更大 爱使人得生 爱使世界重建 主啊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将我们里面一层的凡躁不安都除去 主啊 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 成为坚韵的盆石 叫我们的心在你里面不动摇 主啊 求你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爱 在你的爱里面兼顾自己 并且我们领受爱 亦都付出爱 主啊 让爱在我们当中来到流动 主啊 你将我们的心来到去改变 主啊 你将更大的爱的力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以至到我们有动力去爱 有能力去原谅 有能力去宽住 有能力去重建 主我们多谢你 求你亲自的你帮助我们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谢主我们今朝神讨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